我们拍了那个灯块这个 上表的 我们先把这个 先拿 先拿掉 拿掉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为了好拆一点 我们把这个扶锁 把这个力管呢 我们打倒了 拿倒那个方式就是把这个 往外面拔一下 拔一下以后呢 那就拔一下 转一下 它这个力管就可以打倒了 打倒了 我们打到这个位置 这样拆 这样好拆一点 两个螺丝一共 把这两个螺丝拧松 完全拧 完全拧松 拆了这个盖子以后呢 这里有个洞 在洞里面两个螺丝 把这个螺丝拆松 但是注意哈 这个螺丝拆的时候 它能掉 这样 不要让它掉到那个管子里面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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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好 不 donc 可以 就是 小心 可以 这边是一个安检索新的线 这边是个上表的线 上表的线 我们这上面有那个 有那个绿龙胶 我们用纸夹 把它扣一下 扣掉以后 这个胶子我们要扣掉就可以 我这边放在这里 让它掉下去 这个 这个端子 也要把它 也要把这个胶子 放在这里 就以后呢 那放在这里 别让它掉下去了 然后我们拿来 拿这个表 拿这个地方 拿下面 这上面有几个螺丝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有六个螺丝 我们把这个螺丝拆掉 这个螺丝拆掉 拆掉 拆掉以后呢 这个板子 就会拿下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六个 这六个螺丝拆掉了 拆松了 拆松了 这板子就拿掉了 拿掉以后呢 把新的板子放上去以后 把这六个螺丝 张上去 就可以了 后来以后呢 新的端口 插紧了 然后我们插这个 上面的端口 把它插进来 插进来以后呢 把它插上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螺丝 螺丝装起来 这个螺丝 是这个螺丝不要张错了 这个螺丝是 这个带刀片的螺丝是 后面张的 先是我们也张这个 不带刀片的 是致工螺丝 它这个螺丝有区别的 这个螺丝有区别的 我们先张这一种螺丝 这两个螺丝先放这 我们现在张这个螺丝 从这边 从这边顶 顶出去 这个螺丝呢 顶出来了 顶出来了 顶出来以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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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得到吧 这个 这个盒子在这里 我们对着这个 啊 这个 这个盒子在这里 我们对着这个 把它拧紧了 一般我们这样啊 对着一边 一边对到了 一外一边的话 也对到了 好 这边引进 另外就是这边 也是这个螺丝 这个尖的螺丝 然后从这边 好 这边 好 这个一直要拧紧 拧紧的话 这个拉不动了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盖子 盖上去 这样 按一下 然后再把这两个 这两个带刀片的螺丝 把它拧上去 啊 这外面螺丝 这个也是要你们记得 这边也是 这样就换好了 这表就换好了 走了 好了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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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